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美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是支持有度还不错的口红 几乎可以做到喝水杯子上无残留或者只掉一点点颜色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NARS的齿色雾感雅光春彩叶 对,它这个名字有点长 这个系列最经典的应该就是我试的这支Slowright 薄涂嫩嫩的,然后后涂气场特别强 涂起来有一种绵绵沙沙的感觉 而且它干的特别的快 所以你涂的时候千万别分心 立马赶紧憋忧郁,抿匀了或者拿手把的涂匀了 然后颜色就固定在那儿,你拿手再蹭也蹭不好了 不管是什么唇色,最后肯定能叠加出来像这个非常浓郁的这个颜色 它干了之后是没有那种胶水感,不是很黏的 但是你看它唇纹也是非常咸的 而且也是会比较干的 没有溶水,但是它掉了一点的颜色就是嘴巴内侧这一圈 我感觉这儿是干的比较慢的 突然之后你觉得就是嘴唇这儿已经干的话 可以拿纸巾稍微粘一粘 把里边这一点蹭掉就可以了 酵涩的丝绸系列 这个应该是我最早接触酵涩的产品吧 它的质地是有一点偏油润感的 但是没有到那种滑不翅溜在嘴巴上存不住的状态 是比较好涂抹的 所以它干的会稍微有一点点慢 这概率挺不错的 厚涂的话真的我觉得九成往上了 它有一个比较神奇的地方 就只有成妆之后你看特写 几乎没唇纹 嘴巴放松状态下唇纹都不明显 这个颜色挺经典 我其实特别不明白 为什么品牌总是喜欢把它那个热门色号停产了 这个颜色很好看 就质地结合它这个带一点点荧光的那种粉橘色 恰到好处 来上道具 上嘴唇没有溶水 然后杯子上是掉了一层辐色吧 就一小圈淡淡的唇 它的舒适度还不错 就是因为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油润感嘛 反正是完全变雾面之后 也没有觉得作起来的感觉 也没有胶水感 挺好的这个系列 可以挑挑别的颜色吧 Colorkey的粉段系列 它在自己也挺有意思 刚涂上去之后会觉得它好像有点像是唇泥 或者是那种纤木丝感的唇用 稍微有点稠 涂起来是有那种丝绒颗粒感的 这种比较偏厚的 一般会干的比较慢嘛 但是它干的还挺快的 涂到最后的时候边缘几乎就已经干了 手在蹭也改变不了形状了 所以涂它的时候也是得你尽快吧 遮盖力也是挺强的 我现在是啥唇色也看不出来了 对吧 我这支是B003 应该不是热门色好吧 它真的很冬太酷了 它表面干了之后是真的很干爽很干燥 就一点碾嘴巴的感觉都没有 内侧边缘的地方好像是有一点点溶水了 杯子上残留了一个雾的唇印 这个脱妆程度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持综的类型的吧 几朵棉花糖系列 说实话我感觉质地和胶色的丝绸是有一点点像的 刚涂的时候比较湿润 带一点油润感 它薄涂的时候真的非常接近于皮肤的触感 就几乎你感觉不到嘴巴上有一层什么东西存在 如果涂到厚一点它完全干了之后会感觉到有点疤嘴巴 也有点纯润显出来了 01试过很多次了 这次试一下04吧 它是比较传统有点成熟感的红豆沙色 这种颜色加上黑发真的有种很古典传统的感觉 这个系列我是有看到评论说自己涂上去嘴巴有点发麻之类的 我01用的还蛮多的确实没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我也没必要撒谎对吧 不过就大家不管是用什么品牌什么系列 如果觉得嘴巴不舒服的话就赶紧停掉了 不过它变干是有点慢的 我感觉好像有五分钟左右了 现在才完全变雾面了 口红没有溶水 然后被箭上粘的也是一点点 这个系列好像都没有主打过持妆 但是我觉得它确实还不错 持久度 极左的水雾唇釉 它干的也是挺快的 它这个系列叫水雾 但是我觉得和其他品牌的水雾感觉不太一样 刚涂下去一笔就是遮盖力非常非常好的 有点像水光唇釉的感觉 但是它抿开之后干的非常快 抿了没两下就变完全雾面了 它薄涂真的俊嫩 还有点融雾的感觉 所以我就直接薄涂了 厚涂的话是有点旧旧暗 比较偏欧美西的那种调色 而且它薄涂的时候唇纹也没有厚涂那么明显 它这个味道是 我说一下有点 反正香精味挺重的 是稍微有一点染色残留的 然后咱们上道具 我今天这个试色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比较持久的质地系列 就是色号 大家可以去这个系列去找自己喜欢的色号 它泡到水里的那一部分 颜色好像是我觉得有点变浅了 我发现这样 拿头发给你做一下背景 没能看见 掉了一些颜色 然后没有管的上面这个变干的 清了一下 等上了那个再变干之后 它那个持久度和下面那个一样了 我感觉如果在外面用那种吸管 或者是那种饮料杯喝的话 应该还行 当然如果非常介意的话就不要选 文化镜的唇粉霜系列 它应该是我今天设到的所有口红里使用感 最好的一个 涂抹开的时候 它那个丝绒顺滑感就很像是在涂涂涂品一样 从此之中我感觉嘴巴就没有很干的感觉 一直处于比较保湿滋润的状态 完完全全等它干的话稍微有点慢呢 你可以给它抿一抿 或者拿手指蹭一蹭 但是像它舒适度好的话就稍微矽盛了一点点持久度 来 咱还是试试说话 上嘴唇沾到水的地方我感觉是没有容 杯子上是有一层浅浅的唇印 我切一下手背再试试 用这个系列我都试过就是没有肺色 都挺好看的 自己挑一挑吧 立芒双头唇釉 我先道个歉 上次试的时候我说它俩叠加在一起涂就很难看嘛 评论提醒然后我去它详情页看一下 它确实建议两边不要一起涂的 它墓面里头水度很不错 上次试的时候就感觉到了 质地从使用感上来说 我觉得有点接近于唇泥 稍微稠一点有点接近于膏体的那种 不是油润感也不是绵绵杀杀的那种 也不是偏水的 厚涂成装之后是稍微有一点点丝绵颗粒感的 总体是非常哑光 干的还是比较快的 灵气这一支成装之后是有点偏眉的 对深唇可能会紫的 而且这个颜色也不显白 这个系列色还有那么多 大家挑一个自己喜欢适合自己的 口红没有溶水 杯子上有一点唇印 是掉了一层淡淡的 没有完全不掉 像这种持久度的话 我觉得日常比如你喝水 或者说话不想频繁补妆的话 是可以满足的 花洛莉亚的清新唇泥 它的持久度和其他几支比起来稍微有点弱啊 我感觉它吊色是比较少的 所以也把它放进来了 它有一个优势就是滋润感会一直都存在的 即使最后盛装是雾勉的 但是不会特别干 更别提到拔干了 这个系列有试过两支 即使是厚涂它的遮盖力 也达不到九成十成的样子的 应该是六七成的样子 还是能感觉到有些唇色底色透出来的 它的优势就是比较轻薄无感保湿 同时持久度也还不错 其实我觉得它更像是唇霜质地 不太像唇泥 零七这支是完全可以素颜用的 比较接近于素唇感 有点像裸色 但是比裸色的提点气色 这个系列的香味是那种香草冰淇淋的味道 我前面好像又忘了说香味了 应该特别香的应该是提到了 口红没有溶水 杯子上是掉了点唇叶 如果你觉得这个程度不算是种类型 就直接把它pass掉吧 U-KEEZ的水唇露系列 虽然我对水雾质地是有点无感的 但是我承认U-KEEZ这个系列做的还不错 这个水唇露其实就是水雾唇露那个质地 涂抹开水感很强 然后过一会儿变干皱 非常轻薄 是完全雾面的 遮盖力是稍微弱一点 我涂了两层 最后还有稍微补涂了一点 唇色其实没有完全盖着 优点就是真的非常轻薄 非常贴嘴巴 可能感觉不到嘴巴上涂了东西 它那个我觉得做的还不错 就是在涂的过程中 就是靠嘴巴抿的时候 它也没有搓泥 颜色也可以涂得很均匀 而且干的是挺快的 也没有很明显的拔干或者不适感 缺眼呢其实不光是它的 水雾唇釉的所有不管什么品牌 试染色会比较严重的 所以如果非常介意染色的嘴唇的话 就不要尝试这种水雾唇 或者水唇露这种系列 我这支是W06 其实以前试过 它的颜色是刚涂还挺香 但是后度是有点偏紫的 选色的话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把自己的唇色底色 还有它的氧化变量考虑进去 杯子上残留了一点点油膜 我觉得是 口红沾到水的地方 它是有点发白的 但是你不管它等到变干之后 和下的嘴唇还是差不多的 那其实像水雾这种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是戴口罩会残留比较少 接触到水接触到液体的时候 会有点容易改变它的形态 可莱欧的水雾唇用 它是很有代表性的韩系染唇液内卦 而且它确实是把这个质地做的比较优秀了 即使是反复的敏 它还没有搓泥 滋润度不错 遮盖力也挺好的 你看我现在百分百我觉得是遮住的 上次试完之后 我对它印象的真的还不错 也可能是因为它把滋润感做的不错 干的会有点慢 我觉得我现在也没有完全干了 敏的时候还能有一点黏黏的感觉 所以得等一会吧 好了我现在是等了三四分钟 应该是完全干了这回 最后这点水给它喝掉 杯子上是掉了一点点颜色 它上面和水接触的地方是有点重的 现在表面那层干了之后就是 沾过水的地方是比其他地方浅一点 能看出来吗 拿吸管之类的喝上的时候 没碰到水的话我觉得还行 这个颜色挺重的 所以它变浅的还挺明显的 要涂得薄的话应该没有这么明显 不是给它开脱啊实话实说 好了全都试完了 今天试到所有口红我觉得 持久度最好又防水 然后一般摩擦又几乎不掉色的 是NAS唇用的那个系列 不过它也确实是会比较干 很显纯稳嘛 其他的质地比如像唇霜 坚固保湿的话 持久度会稍微打一点折扣 可能会掉个唇印啊 掉从油膜水污系列是有点特殊的 我一直以为它们是完全不掉色的 但今天这么试下来 那塞到水雾的它都是有点浓水 用吸管喝水就是嘴巴没有沾到液体的话 肯定是没有问题 但沾到的话它确实是有点变色 还有一个需要说明一点 就这些口红它们全都是不防油的 就吃饭的时候那个油蹭到 它是肯定会脱伤会掉的 我暂时还没有试到能扛住油的 如果大家有推荐的话 可以在那边分享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欢迎点的时候大家关注 我是小美 先见